小院里修一个花园 虽然它现在长得这样 看着工程量就很大的样子 但看着我们村漫山遍野的花 又会这么大 那咱是是怕干活的人吗 东西该挪挪走 再清理一下成年老狗 你看这不就几秒钟的事吗 上期咱把该拆的都拆了 又不要挖了个弧心花池 所以左边这么大的地儿 我们准备用砖七个花台出来 摆了N种方案 最后还是用前座位后花池的方式 打造一个休闲区 而且这不是咱免费的砖多吗 师傅提供技术要点 我们操刀七桩抹灰 这一大半的人物费又省了 逐渐用不要的剑渣和碎砖头填满 还能再扔点砖 再用水泥把口抹皮封起来 结尾处呢 让它平滑都过度到地面上 墙角的这棵桂花晒不到太阳 所以我们想换高一点的树 这棵小桂花终于能出来透透气了 刚好弧心花池的土要挖下去一点 那一车车装了还能去填新的花池 要不还是给这座位七个靠背吧 这样还能放放抱枕坐得舒服一点 就是多了一份工序 得用水泥一点点的把弧度给抹出来 不过这样是不是更柔和一点 造型OK 最后再拿水泥整体的抹光滑 沙场一敞就行了 打扫一下战场 简直不要太有成就感 就这么大的花园 这得买多少钱的花呀